这是柯南自播出以来 收视率最高的一集 五个孩子加上阿丽博士 险些命丧于暗处的小黑之手 整集剧情让人觉得无比阴森 那是一种来自未知的恐惧 柯南一行去到野外露营 反城时博士却迷失了方向 眼看太阳即将下山 几人只好来到森林中一撞城堡 城堡的主人是入坠到这里的女婿 在得知阿丽博士的身份后 很痛快就答应了他们借宿 并请求博士帮自己破解一个秘密 他岳父临死前曾告诉家人 自己在别墅中藏了一个宝藏 第一个找到的人就拥有宝藏的继承权 柯南来到二楼的房间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夕阳棋 管家曾说过 这是大老爷留下的遗物之一 那么城堡宝藏的秘密 很可能就藏在这幅棋局中 柯南将它们系在小短子上 但还没来得及破解 袁太就搞出了大动静 幸亏光艳臂力惊人 活生生将体重三倍于他的光泰拉了上来 柯南突然发现 这里的窗户在墙壁旁边 隔壁的窗户也是如此 那中间这么大一块空间去了哪里 肯定是给隔壁老王留的秘密通道 柯南用手敲向墙壁 果然里面是空的 在看向墙上挂着的时钟 这明显就是一处机关 柯南搬来板凳 垫上书籍 爬上去用手指拨动时钟 突然 众人回过头来 暗门已经关闭 柯南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爱望向屋内 椅子倒了 书散落了一地 正上方的时钟明显被人拨过 他将椅子扶起后站了上去 想复制刚才柯南的手法 却被赶来的男人克制 男人是城堡主人的儿子 阿丽博士和管家也赶了过来 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柯南的恶作剧 等他肚子饿时自己就会出来 来到楼下 二老爷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他告诉众人 这座城堡曾发生过一起火灾 十五口人尸骨无存 就连自己的妻子 也命丧于火海之中 而从这场大火之后 由于担心老无所依的岳母无人照顾 便再也没离开过这庄城堡 说话的人是二老爷的岳母 大老爷的遗孀 自从那场大火之后 他就变得神神叨叨 认为女儿还没有死 二老爷有点尴尬 便低头自言自语 那个戴眼镜的小孩子 可千万别跑进了那座塔 曾经有个仆人偷偷跑了进去 整整九天后 警方才在树林中找到了他的尸体 而且还是活活饿死的 不每听到后很害怕 连忙将桌子上的面包打包 喊起众人就要去寻找柯南 生怕他也活活饿死在森林中 而此时的柯南 正在二楼的暗室通道中往下探寻 突然他的脚踢到了什么东西 一束光照了过去 竟是一具早已风干的尸体 而在柯南的背后 小黑站了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